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四五年 东方龙族第一次打败了那个太阳国 他们的所有武器都被集中收缴下来了 当时的武器少说也有上百万 如此众多的武器最终到底夸落谁家了呢 据相关资料显示 当时的八路军和苏军分别拿走了一部分精良的武器 但是上百万武器根本不可能全被拿走的 剩下的到底是给了谁呢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在相关资料里面 又统计了日军投降之后的武器数量情况 数据表明 框手枪就有100多万 外加上几千万颗的炮弹 还有各种卡车 装甲车以及飞机等等 都是成千上万的数量 当时针对收缴的武器 上面的人明确指出要用这部分武器来加强各个部门的军事能力 尽可能的挑选出杀伤力比较强的武器 当时日军的投降地点是在东北 因此武器基本都集中在了东北这一块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 描述苏军来到了东北之后 划走了相当多 一部分的武器 大概有占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都是挑选比较好的武器和装备 特别是飞机 装甲车这类基本都拿走了 此后 进入东北的我党部队 也划走了一部分的武器和装备 因为装甲车和飞机这类大型装备 已经被苏联拿走得差不多了 他们所划走的基本都是武器 比如机枪 大炮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 描述苏军 在拿走了数量如此众多的武器之后 可能高层也担心引起外人的不满 因此想要拉拢中共 于是从拿走的武器当中 划出来一小部分给了中共 表示自己的友好 当时因为中共根本军事能力 无法跟苏军相比 所以也不敢有怨言 而是收下了这部分武器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 描述军工部部长和长弓 在谈到日军投降武器的时候 他回忆说当时的数量非常的惊人 密密麻麻的武器 让人看到心底都有含义 当时的苏军对外宣称 要将这部分武器拿到乌拉尔去炼钢 在和中共谈判的时候 中共妥协的协议上声明 要用废钢铁进行交换 也就是说苏军拿出一吨的废钢铁 就可以换取一吨的武器 当时苏军带走的武器和装备非常的多 和长弓说 当时用了好多货车 拉了好几天才拉完 不过眼睁睁地看着如此多的武器 都被苏军给拿走了 中共当时也不乐意了 毕竟武器装备能够让军队更具战斗力 为了能够拿回武器 中共开始和苏军进行谈判 谈判的结果就是 中共要拿农产品来换取武器 最终 中共答应了这个条件 拿大量的粮食 换取了日军的武器和装备 不过 当时的苏军给中共的基本是十分破旧的武器 高端的东西依然没有给我们